我們孫主委,還有各位類似官員,我們各位同仁,大家好 謝謝孔委員,孔少委,還有檢委員 因為我等一下要趕高鐵 所以先換來前面講一下 這個 委長先請教我們孫主委 好,有請孫主委 委員長 孫主委,我們園民會,我想九十九年業務推展中最重要的一項 當然是落實原住民工作潛意 那從主委剛才的報告,我們可以知道 園民會在依法規必須禁用一定比例 原住民的公務部門 這個指標是超標的 是超標的 那同時,原住民委員會也推動促進原住民就業方案 跟在地就業計畫 是 這兩項,我想 主委知道監察院在三月三號 因原住民就業率偏低,糾正原民會 是不是 那從數字,數據上來看 就九十九年六月,原住民失業率為六點一六趴 以同一起民眾,一般民眾失業率五點一六相較 來比較也比較高一點 那雖然到這個九十九年 如果跟九十九年三月失業率相較 就是我們原住民的部分 一般民眾的失業率降零點五一 那我們原住民是降零點八三 這一部分當然看起來我們是有進步的 三月到六月,這是有進步的啦 不過我們是 這個 對於這些成效 當然我們也應該給你鼓勵 不過我們關心 就是說原住民的工作不穩定 你即使說有些就業的 這個失業能夠,失業率能夠有改善 但是在長期穩定性的這個角度來看 都是短期的工作比較多 工作極為不穩定 所以這一點我們是擔心,希望說 我們在這一方面應該來加強 看怎麼樣給合適的工作 給原住民 尤其在地 就在自己的家鄉 能夠工作 這個不要到外奔波 你看到城市 這個生活費用也高 這個真的 離鄉背景也在心情上也不好 就容易戲酒什麼的 所以我想這一點 我們看一個數據 原住民所遇到的工作機會 類型有51.69% 就差不多52% 是前日工作 那高達40% 就是39.46% 是臨時性的工作 那加上這個 6.77% 部分工時 及1.92%的派遣型工作 將有近五成是不穩定 就是等於一半 都一半 你固定的工作 長期性固定的工作 可能就是差不多一半 各一半 所以我是針對這個 就是說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提供給我們原住民的這些工作 我們希望 能夠改善 讓他們更穩定 而且能夠長期來 從事這樣的工作 那 在職業訓練方面 我想原住民委員會 在促進原住民就業方案 98年到101年度的 這個 檢討了原住民職業訓練政策 發現 原住民對於參與職業訓練的信氣並不高 同時以97年度的調查為例 原住民參加過職業訓練的 只有11.9% 11.9% 參加過的職業訓練中 有參加過職業訓練的 這些原住民 百分之六十 沒有從事相關的工作 他職業訓練這一部分 訓練出來結果沒有從事這一方面的工作 那從事相關工作 這個 沒有從事相關工作的原因 一個是 百分之 就是 沒有工作機會 這個佔百分之 43.71% 沒有證照 無法被僱用的 佔百分之21.96% 我想這個比例啊 都是蠻高的 等於說 學的沒有用嘛 等於去職業訓練 那等於我們 原委會在 這原民會 在發的這些錢去訓練 你訓練出來要給他們 能夠一計之長 能夠發揮他們的專長 這樣這樣比較好 是不是這樣比較好 跟 跟委員這個報告啊 這是 委員剛才所看的這些數據啊 事實上的確是我們都很優利 那 我們現在希望 當然 第一件事情就是 還是鼓勵大家去就業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 我一直覺得 我們現在在 原住民的這個就業的 這些類型 類別跟類型上面 我一直覺得那個 適合原住民的這些工作 都沒有被創造出來 對你看 所以現在 我們孫主委知道了 我是 這個 看 考試院 考試委員 高明健 他有提到這個水利工程人員 從政府部門流失的問題 特別提到過去 沿民會 曾經訓練 跟信任機構曾經開設專班 來訓練水土保持的人才 像這一方面 因為 其實山地就是需要水土保持啊 那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這項工作 是最適合我們 原住 原住民 那 因為過去水利人才為什麼會流失 我聽兩多講 就是說 八八水災啦 然後後來 這一連串的水災 經常動不動就 就 就水災 他們這個水利單位 這個水利局 水利署 各個河川局 還是水土保持 這一方面的公務員 都不想幹 因為 這個發生事情之後 有的被處分 有的那個 大家都民生退役 所以 缺少很多 這一方面 我們應該就是說 嚴明會應該跟相關單位 大家來 來共同說 提供這方面的信念 讓他們 能夠 能夠 像我們現在的 的這個 營運會的 職業信念 這是什麼 就是 腳底按摩啦 傳統皮雕啦 中 中餐噴飲 傳統織布 這些當然是配合觀光 是很好 但不是你真的 如果靠這個來吃飯 你沒辦法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像 有建築土木 工程方面 水土保持 在觀光油氣 資源開發 這一方面 的信念 土地管理這些人才 我們要把它信念出來 這樣才 才長久 這個工作 才能對我們原住民有所注意 你 沒有錯啦 我們發展觀光 需要這些 我覺得有時候 你說 信念這個腳底按摩 實在是 這種工作 比較底層 我實在很可憐 報告員 剛才所提的那幾個項目 好 我是這樣建議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委員 詐斌 üp sequ продук 去了 致